266 《工商時報》 專家傳真互聯網家大時代引爆顛覆性創新 2015年7月15日《政經800A》 陸陳清文工研院知識經濟與競爭力中心 首席研究員當前科技產業界與知識分子 增相趕流行,幾乎言必稱互聯網思維 互聯網家創新的熱潮正近 眾多顛覆性的看來相繼湧現 互聯網家的大時代已偏偏來臨了 暫在互聯網家的風口上,大牛也能飛起來 互聯網家將貫穿各行各業,跨越多領域融合發展 未來相機無限巨大 大陸有14億人口與7億互聯網用戶 可在互聯網領域充分發揮大國人口效益 領先建造互聯網家的創新生態鏈 形成新創產業集群 終極目標要成為互聯網強國 對於互聯網家未來創新領域 小米高管認為賞滿服務 如室內裝修美容美甲、照護、保機、汽車維修保養等 以及智能家居都是很有淺景的項目 今年3月5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首次提出互聯網加行動計劃 6月24日,國務院通過並更名為互聯網加行動指導意見 正式成為國家戰略 它要運用最先進的互聯網科技 向四大方向推進 1、造優存量、推進現有行業提質增效 傳統引擎,包括製造、農業、物流、能源等重要產業 通過它來推進轉型升級 2、造大增量、打造新增長點、新引擎、進創新創業 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公共服務、綠色生態等 現代化服務業的發展、培育活力旺盛的生產性服務業 3、資源開放、推進資源分享新經濟、增強社會民生等公共服務能力 4、國際發展、推進大陸互聯網企業大力拓展國際市場 當前全球市值前十大的互聯網企業中 大陸已佔有四席 阿里巴巴與騰訊的市值已達二千億美元上下 互聯網家到底是什麼? 李克強認為互聯網家在難精準的界定 提出互聯網家發展觀 將互聯網家定調為 在信息科技急速變革下 還在進發創新發展的產業競爭高地 大陸專家解釋 1、互聯網市區動力 被加的財涉主體 本身已高度數位化的金融與娛樂產業市優先推進的領域 2、互聯網家不是現在的互聯網可以加出來的 需要人聯網、物聯網、服務聯網 加上工業互聯網等組成新世代的互聯網 3、互聯網家經營模式會顛覆性變革 但在競爭與合作間 創造出新業態與新業種 最終都融合在一起 互聯網家行動指導意見是以互聯網為核心 將信息技術與各行各業緊密結合 實現協同化、智慧化、優質化與綠色化的進展 互聯網加金融業 發展出資付寶、網路信貸、眾籌等互聯網金融業態 互聯網加零售業 造就淘寶、京通等跨境電子商務模式 專家指出、線上教育、互聯網金融、大數據 中國製造2025智慧醫療、智慧工程智能硬件 物聯網、車聯網 是互聯網加最值得關注的八大應用領域 在服務面 面對大陸超強互聯網企業 台灣可以扮演最佳南配角 在巨型企業的肩膀上跳舞 在軟體面 大陸要開發核心工業控制與設計軟體 台灣在中小企業的紅厚經驗 可以優化兩岸的合作 在硬體面 大陸要強力發展互聯網加的新硬件工程 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加快核心芯片等研發 這是台灣最大優勢與合作契機 再發窺面 台灣激需大破大立 即刻定定開放性准入制度 政策與負面清單 然後再次裝上 進入 通り 進入 進入